大学生还没毕业 就被继母强迫卷入豪门联姻 女孩虽然心有不甘 但为了能够顺利毕业赚大钱 只好按照继母的要求做 Netton酒吧 女孩玩真心话大冒险书 同学要求她扯下这个男人的腰带 并奖励她800块钱 女孩想都没想果断冲锋 以为可以利用美人计轻松拿下 可却被男人看成轻薄 以为她是个坐台的 两人拉扯时 同学们在吧台谈话被男人听到 知道了女孩是在做成分 于是逆转角色反押女孩 想要我的腰带 那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 女孩被她搞得有些害羞 决定送她的果盘作为交换 心中开始打起小算盘 果盘的话是100块 打赌赢的话是800块 自己还能小赚 男人表示不想要果盘 并且开始调戏女孩 要什么果盘 我面前不就有个超甜小草能吗 女孩一听顿时无语 心想真倒没碰到流氓了 她推开男人想要逃跑 可没走两步就被拽着 男人抓住她的小手向自己贴近 轻轻一按腰带直接疼 顿时吓得女孩呜呜呜 皮带先交给你保管 我还有事 晚点还给我 别敢动哭了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助人为乐 女孩接过腰带一脸猛衣 喵得死变态 我这手是不能要的 回到吧台 她对着腰带一脸刑起 小胖一分填膺道 这男的怎么这么没生成 腰带说给就给 女孩的闺蜜看着远去的男人饭请花吃 要是能搞到她的微信就好了 女孩听后线上一记 一会儿你把腰带还给她 那肯定了 希姐都订婚了 对象可是陆家的长孙陆又染少爷 陆家可是全球排名前几的权贵世家 刚才那个男人在帅 在陆又染少爷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先不讨论那个死变态 腰带我拿回来了 院赌服输这八百块钱我就收下了 旁边一个男生吐槽 希姐你是不是掉进前眼里了 才八百块钱 你家不是很有钱吗 而且你平时是个打工狂魔 还在这家酒吧当小酒师 也不差这点钱吧 你个臭小子懂什么 八百块可是福利院半个月的伙食费 说话间 小胖突然发现了猫腻 我擦 这腰带应该是爱马仕私人定制的心 上面的钻石是真的 起码得五十万了 女孩疑惑询问这是真钻石 不是塑料装饰吗 闺蜜回着胖达好歹是个富二代 不会看错的 那男的一定非复极贵 希姐 你看那边的贵宾戏 那不是我们酒吧的张老板 听说他定居国外一年了 什么时候回来了 既然亲自上去接待那个男 还点头哈腰的 男人察觉有目光看了 抬头向那边一提 吓得女孩直冒冷汗 这时 女孩的手机突然响起 拿起茶看是继母打 严谨熙 赶少爷回路凝视了 住在你打工酒吧楼上 那个五星级酒店 房间八百零一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礼物和一份礼物 换好礼物后 上楼把礼物送给他 把握机会好好表现 否则别想顺利毕业 女孩不爽回着知道 我有点事先走 你们记得把腰带还给人家 哦对了 结账到我名字有缘工作 女孩听从继母屋里要求 身穿落背超短裙 给公子哥送礼物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听话 还得从十四年前说起 女孩是个孤儿 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这天 一个大师说女孩命格旺 能镇宅挡在 严家主母冯如烟一听果断 将其收养 从这以后女孩就被各种利用 虽然是豪门之女 但却过着乞丐生 家母很少给她零花钱 她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 女孩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上学 将来毕业可以赚大钱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要求 家母还是百般准 要求女孩 联姻财力雄厚的陆家 如果女孩不同意 她将无法拿到毕业证 很快女孩就来到了801房间 轻轻敲击房门 发现门没有关 走进房间 听到里面有嘻嘻嘶嘶的声音 女孩紧张询问 陆少爷 是你在里面吗 我是来给你送东西 他慢慢向里面走去 居然看到一个男人正在洗澡 男人察觉到有人过来 转头查看也发现了你 对不起陆少爷 我不知道你在洗澡 真的抱歉 男人一看是酒吧 那个女孩顿时来了兴致 微笑询问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妈让我把这个送给你 你看看满不满意 满意的话 记得给个五星口 我也好回去交差 男人听后有些无奈 心想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有人巴结 真是头疼死 不过 这么直接登门入室 的确是头疑 想着拆开礼物盒子 看到里面的东西 他调堂了 这个是你穿给我看 还是我帮你穿上再看 女孩一货不紧 转头询问什么意思 看来这次不要腰带 直接选择药物 女孩看到他手中的 性感想念 整个人顿时麻了 知道冯如烟想卖我 但没想到他这么不择手段 冷静下来后 女孩询问着总是你 心想瞄的 我不会走过房间了吧 不对啊 我进门时还确认来着 男人没有回答 而是顾不紧逼 他们送来的女人 我一向拒绝 不过 如果是你的话 我似乎不介意你 小夕被他调戏 快速后退 这时 他脚下突然一红 身体直接向后倒去 危机时刻 男人快速伸手 想要给他拉住 可女孩却下意识 拽在他的浴巾上 随着浴巾乏落 男人的牙签也展现出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是想抓你手 结果不小心抓错了 看了我的秘密 你就要付出代价 男人向前逼近 女孩向后闪口 肩膀正好碰到开关上 男人身上的热气 混合沐浴露的香味 弄得女孩意识有些迷离 眼看干柴烈火 就要碰撞在一起 女孩突然回过神案 不可以哦 为了表示歉意 我重新给女人声 女孩身体颤抖嘚嘚嘖嘖 系了好几下都没有机声 那个 你看能不能自己弄 不行 是你给我弄开的 所以现在必须给我弄 女孩听到他的话 只好用着头皮声 脸蛋贴在他的腹肌上 快速扭扣子 可以了吧 我给你系上了 男人挑起他的下巴 一脸的鱼 进了我的房间 还想全身而退 说着他直接吻了上座 女孩被吻瞬间猛逼 心想真把我当成那种一夜情 想着他用力以后 男人疼痛快速封弹 抱歉 我只想让你变得清醒 女孩说完将灯打开 我不是来找你 为什么你不在陆又染的房间 男人听后一愣 表示这里是自己房间 可在一想顿时吃醋 刚刚那个礼物是给陆又染主人 他是你男朋友 你很喜欢他 小夕紧张回着试 他马上就来找我 上来就问这么多问题 你查户口啊 我可不是谁的替代品 出去我不想看见你 哼走就走 谁稀罕来你房间 走出房间后 女孩居然看到了正牌男友陆又染 女孩跟男人酒店似会 却意外碰到未婚夫 哎呀妈呀 吓死我 还好没看到 要是被他发现我穿成这样 进了别人房间 那我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女孩东张西望寻找掩体 下一秒 房门低的一声被打开了 陆又染拎着东西走了进你 小叔 我给你带了夜宵 女孩听后晴天霹雳 我擦 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位陆三爷 陆木晴听后从卧室走了出来 看到沙发后面的小戏顿时一震 女孩比了一个晋升手势 让他别声张 可男人天要王 询问大侄子酒店会不会溜进你 女孩听后卑微祈求 想要让他放过自己 心想被退婚倒是无所谓 但搞砸联姻冯如烟肯定不让我 拿不到毕业证就没办法赚大钱 不能赚大钱就没法帮助张仪支撑福利乐 小叔你真能开玩笑 这可是陆宁最顶级的酒店 有着严密的安保系统 放心 你那些追求者绝对进过来 陆木晴听后没有继续停留 绕过女孩开始唠家长 陆宥冉一边拿夜宵一边回答小叔问对 只了一会 陆木晴有点担心女孩 他那么蹲着脚一定很 于是借着取酒之走大侄子 女孩听后如蒙大事 心想终于要得救了 既然小叔有这个兴致 那我今天就陪你喝几杯 可刚起身 冯如烟的电话就打不过来 陆宥冉接起电话那边询问 陆少看到小夕了吗 他准备的礼物洗不洗 陆宥冉一脸猛逼 冷身回着没看到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在哪 女孩一听要给自己打电话 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陆木晴也不想女孩暴露 一把夺过大侄子手机说着 先去拿酒 其余的一会再说 陆宥冉当跑腿当惯了 无奈回着好好好 等他走后陆木晴疯狂食眼色 小夕受到信号把腿都跑 一点不想在这多留 男人见状一脸醋意 心想他就那么怕佑冉入口 还真是在意你 小叔 厨房只有啤酒了 等下订瓶红酒上来吧 陆木晴接过啤酒询问 那个严谨西是爷爷 给你找的未婚妻 陆又染回着似的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适合结婚吗 看起来是一个很乖巧的女 长得也还行 不过感觉没什么个性 放在角落都不容易 被发现的平庸女 男人听后陷入沉思 他乖巧 他没个性 他平庸 究竟是这个女人会伪装 还是我这大侄子眼下 陈思丸询问道 你们交往多久了 见过一次面 干瞪眼十分钟算不算交往 陆木晴一听喜上眉梢 如果你对人家小姑娘没意思 不用着急和他并婚 你爷爷那里 我可以帮你说说 想娶的女人娶不到 娶谁都无所谓 说完猛贯一瓶啤酒 小叔 要不你给我挑个直喜 你的眼光好 你看上的女孩 我肯定能看上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 我看上的女人 那是你舍然 怎么可能给你呢 陆又染听后先是一乱 然后开怀大笑回着眼神 喵的我喝多了 小夕出来后 寒风打在身上 瑟瑟发抖 管家拿过来一个手机说道 大小姐 住人的电话 女孩心想这老灯情报 都打听错 还好意思打电话过 害得我差点 跟陆木琴擦枪走 接过电话后 女孩询问 什么事啊 陆是要对你的礼物满意吗 女孩冷声回着不满意 你个没用的恭喜 今晚别回来 我是不会让你进家门的 说完直接挂断电话 女孩愤愤不平 哼 谁吸的回旋 自己情报有物还能怪我 这时 她看到手机时间一机灵 因为烧烤店的打工 快来不及 老赵 快去白泉广场 我快要迟到了 老赵听后没有作息 地脚由门窜了出去 留下管家在那一连努力 大小姐我还没上车呢 等等我 女孩虽是附加千金 但却过着乞丐生活 打了一夜短工 她困得眼皮直干脚 决定上课前先睡一会 走路时 她跟陆木琴撞了个正整 两人四目对视 女孩紧张询问 你怎么会在这 陆木琴上下打量 回着闲逛 你是这里的老师吗 小夕听后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是这里的学生 几年级 哪个班哪个专业 身体不断逼近说道 你是我大侄子未婚妻 这关系你说我们不熟 既然你知道 我是你侄子未婚妻 就应该和我保持距离 陆木琴一听 她拿这个当挡箭牌 贴近调侃的 既然你是她的未婚妻 是否接吻过 小夕为了不落下风 心虚回着当然 是吗 据我所知 你们只见过十分钟 你确定她吻了你 小夕一看被她试破 不装了直接摊牌 那又怎样 你咬我的 你说什么 想让我要了你 乱说什么呀 你是不是耳背 分不清咬跟药吗 好了不要就不要 你那么熏做什么 你离我远点 我还是个学生 没你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 也听不懂你的文字游戏 心想虽然不知道 她打了什么主意 但还是离她远一点为好 一个小时候 上课铃声响了起来 闺蜜周嘉敏轻轻唤醒醒吸 赶紧喝点咖啡提提神 刚才有人说 工程造价来了个新老师 她拥有工程建筑 和商业管理双博士学 设计建筑工程 曾过世界级大景 被奉为经典神作 而且她名下的高级酒店 便不适走 富可敌国 我还听到小道消息 她出生在陆明 是一个很有权势的打架子 小西越听越耳熟 心想不会是认识人吗 下一秒 陆木琴从外面走得进来 帅气的样貌 笔直的身体 迷得班上姑娘哇哇乱解 姐妹你快看 这不就是我们那天 酒吧遇见的陆总 那天晚上还把我们的酒请 小西听后一脸无奈 她那么有钱还来教书 脑袋是不是被门解离了 人家可是学校特别邀请了 陆导师一周只上一堂课 但是会指导我们的毕业论文 据说系里唯一的优秀毕业生 也由他来决定 这么帅气英俊的男老师 我真是爱了 大家好 我叫陆木琴 以后一周一节的工程造价课 就由我来上 小西听后不断盘损 这个男人有权有识 还影响着我的优秀声明明 我这不纯纯被拿捏了吗 陆木琴站在讲台上分享经验 女孩听后疯狂做笔记 因为碰到一个有实战经验老师 这时 他手机突然响了起 打开一看是冯如烟发烂 小西点开生成文字 看到里面的内容 他骂骂咧咧 输入好回复信息 刚要发送就感觉旁边站了对 小西转头查看一击零 按照学生手册 学生上课玩手机该怎么处理 小西听到他的话快速站起 陆老师对不起 刚才家里人给我发消息 我未婚夫的小叔来录您是吗 家里人怕怠慢了这位小叔 让我回去准备一下 陆木琴听后早砍道 这位小叔对你很重要吗 小西听后陷入沉思 如果我说重要 他肯定会得意 如果说不重要 又会得罪他 未婚夫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 这位小叔的认可对我来说也重要 陆木琴一听心声不悦 这节课你不用上了 明天教一万字的检考书 女人为了能够攀上陆家的高枝 竟然将自己没毕业的女儿送去联姻 所以 我真的要这么没底线吗 你懂什么 陆大少爷就喜欢性感的女人 你送出去的礼物他都看不上 你还不好好努力 可今天不是去见他的小叔吗 保守一点可能会更好 女人听后陷入沉思 传闻他小叔不尽女色 如果看到他穿成这样 没准真的介意 那你就披上这件外套了 可又染少爷担动相处就脱了 女孩听后直冒勇汉 心想你不做丧妈妈真是可惜 酒店包厢 风如烟带着小西走了进来 陆总 又染少爷 久等了 女孩盛装出席 直接给陆木琴迷住了 小西做这把 小叔想好好看看你 风如烟一听赶紧给女儿推了过去 锦西快叫人 又染少爷的小叔 你也跟着叫小叔吧 女孩听后有些纠结 刚想要叫的时候就被陆木琴打断 我可没有你这么大的侄女 小西心想这个狗男人又招我了 心眼真行 风如烟坐在一旁开始奉承 陆总看着好年轻呀 应该比又染少爷大不了几岁 说完向女孩瞪了一眼 想让他也夸两句 小西见状赶紧陪笑 陆总看起来确实年轻 像是跟又染少爷一样大了 陆木琴听后完全不顾周围人群 一把搂过小西回着梅子 我只比他大了三岁了 怎么 你很关心我的年龄吗 小西被他搂得变 冷身回着没有 转头看向陆又染 可他却毫不在意 整个小西都感觉自己跟陆木琴是一对 锦西 小叔爱吃虾 给小叔包几只吧 小西听后更加确信他不在意 并且还感觉很有趣 这些公子哥真没好东西 陈思婉 小西推开陆木琴的手说着 哎呀我不会包侠 不好意思啊陆子 锦西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不会包侠了 你包侠最熟练了 快点给陆总包紧 严小姐不会懂 可以让又染骄证 他包侠有经验 陆又染一听顿时来的兴致 包侠是一门艺术 你可以先吸一下他的头 用力吸会好一点 然后沿着身子轻轻的也 等到汁水吸的差不多时 就可以直接吃了 冯如烟听后老脸一胡 但是陆总在这又不好说什么 你小子乱教什么 是不是欠揍了 小叔我这都是实战经验 多练习以后吃虾才不费劲 小夕被这对书只搞得小脸修复 心想都不是好东西 这时 包房大门被人推开 一个辣妹走得进来 小叔妈妈姐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来人正是严家二小姐 风如烟的轻生女 小夕的妹妹 严蕊走到陆又染身边有说有笑 完全忽视了旁边的姐姐 几人吃了一会 小夕突然感觉有人替自己 这个方向 应该是严蕊多到陆又染 不小心碰到了我 拜托 我可不想成为你们推的业 想着他身体往陆木琴旁边挪了脑 此时的陆木琴也发现了关门 冷声说着诱人 好好吃饭 两人一看被发现 顿时羞的小脸轰红 风如烟感觉气氛尴尬 咳嗽了一声是一女孩进去 小夕收到信号乖乖照走 来陆总 我敬你一杯 陆木琴丝毫不给面子 冷声回着我从不和女人敬的酒 小夕被他怼得很是尴尬 心里咒骂狗男人爱喝不喝 老娘还不愿意跟你喝呢 可下一命 陆木琴竟主动拿过杯子 要求跟小夕喝一杯 小夕见状强几微笑 心想这个男人绝对是故意的 两人举起酒被碰撞 小夕用力过猛 直接给陆木琴洗个嘴 对不起陆总 你等我一下 我去问服务员要个毛巾 没等陆木琴回话 小夕转身开溜 爸总饭桌七分女孩 却被女孩狠狠教训一份 哼谁叫你捉弄我 您就试着裤子戴一回 十五分钟后 前台小姐无奈询问着 小姐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小夕没有回话 而是认真玩着手中的斗地主 轻声回着给三百二十包厢送的毛巾 记住要慢点送 越慢越好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好玩吗 女孩被吓得一击零 手机差点扔出去 冷静后她无赖回着 谁让你先往我 陆木琴听后一脸冷酷 身体向前步步紧逼 吓得前台小姐姐都跟着发动 小夕看她动手动脚大脑飞速运转 小叔 我是你侄子的未婚妻 你这样就不怕和你侄子闹矛盾 不怕没法跟你老子交代吗 陆木琴听后直接无语 你以为我愿意听又染说那些包厦混账话 我对你动手动脚冒犯你 她竟然觉得有趣 不但没有帮你解围还让你陪我 甚至当着你我的面开黄枪 我只不过顺势让你看清又染对感情的态度 免得你失心错误 你明明 居然是故意引导陆又染那么说的 陆木琴回着当然 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戏弄你吗 说着捏了捏女孩的脸 小夕看她越来越近 直接给她冷静冷静 叔叔你可能搞错了什么 本来我就不会对这桩婚约付出珍惜 我的人生自有规划 陆木琴被踩一脸享受 终于不像个梦葫芦 踩也踩 耍也耍了 那我们回去吧 小夕心想不应该啊 我都这么对她 怎么还不发脾气呢 懒得跟你生气走了 回去路上 两人经过一个包房 里面一个女人妩媚说着 姐 严景熙经常出去鬼会 她就是个超贵装的心机点 小夕听后疑惑不及 严蕊和陆又染怎么在里面 下一名 里面传出运动声音 门外两人顿时无语 小夕逼男这俩人也太猴急了吧 陆木琴无奈回着那你想怎么办 女孩转头四处观望 片刻后她锁定在旁边的拖步上 拿起拖步直接封门 让这对勾男女玩个够 既然她都说我是心机本 不做点什么对不起这个称呼 锁门祝福 不愧是你啊 一个小时候 饭局散场 小夕跟陆木琴上车后 冯如烟钻进来叮嘱开车慢走 一定要照顾好陆总 女孩回着知道 心想送完就跑吃则生变 起步后陆木琴转头询问着 他们都在包房里那样 你还想嫁给佑染吗 这桩婚事做主的是陆老爷子 我改变不了他 难道你看上的是陆家的群世 小夕冷淡回着你说是那就是吧 陆木琴听后陷入沉思 未婚夫都和妹妹搞到一起 他还能这么淡定 到底因为什么 很快两人就到了别墅 女孩进门就被妹妹喝吃 严谨心你要不要这么阴际 居然把我锁在包厢里 我为谁要锁你 你不应该想想自己 为什么在别的包厢吗 还有佑染少爷吃饭吃到一半不见 你们该不会做了什么吧 佑染听后一阵吃笑 那你猜猜我们做了什么 小夕冷笑沉思着 想让我挑明主动解除婚约 我才不会中你们的情 惹怒陆老爷子 我的毕业症就凉凉了 傲慢回着做了什么 我不感兴趣 这么一整佑染蒙圈了 脱板明明是他弄的 也看到我跟严蕊那般 竟然不生气也不闹 今天有些晚了 我回房间睡觉 小叔 女孩子晚上出门不安全 就让他们在这住 说完眨眼提示他同意 陆木琴心想这臭小子又要作妖 看来晚上消停不了 严蕊一看小叔没有拒绝 一把夺过小夕的包包溜走 姐今天太晚了 我们就住这了 没等小夕拒绝 他就钻进了房间 严蕊 快开门 把包还给我 我回宿舍还有事吗 敲了一会没有回应 小夕转头询问 你就这样任由他们胡闹 陆木琴无奈回着我老 管不了你们年轻人 混乱的多角关系 不过提醒你 这里只有三间卧室 你妹妹和又染个站一间 现在只剩一间了 如果这样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车借我一下 我去住旅馆刷脸支付就行 不行 太晚了你们的女孩不安全 小夕听后回着好吧 那今晚我就在沙发将就一下 怎么 你要跟我抢地盘 小夕一会询问什么呀 你今晚可以睡我的房间 记得锁好门 女孩子睡客厅不合适 还是让我来吧 小夕突然觉得这个男人 也没那么讨厌 说了声谢谢后 转头走进了房间 凌晨一点 隔壁突然运动起来 声音吵得小夕根本没法入睡 怪不得严蕊非要拉我一起住 这是在跟我示威啊 怕男人着凉贴心盖被子 却被他误会成别有用心 夜晚 小夕被运动声吵得睡不着 于是捏手捏脚走出房间 东张西望寻找水时 发现陆木琴被子滑落 女孩见状有些愧疚 毕竟是因为自己才害她睡沙发的 小夕走过去捡起被子 心想这要是感冒了 我欠的人情可就大了 将被子轻轻带好 看到她眉省顿时松了口气 地南客厅也这么清晰 房子隔音也不行了 转身想要寻找水喝 却被陆木琴一把拽着 女孩吓得灵魂出窍差点跳起来 小声询问你干什么呀 快点放开我 陆木琴一脸猛逼看着女孩 你不会是故意穿成这样来找我了 小夕回着我们呀 你们家也没有别的睡衣能穿了 两人说话间 卧室里面结束了 女孩心想要是被严蕊撞见我们这样 一百张嘴都解释不清 眼看着房门就要打 陆木琴一把将她拽进怀里 下一秒 两人直接亲在一起 小夕害羞推开询问 你你你这是干嘛 陆木琴不想解释 搂过她的脑袋贴在胸前 拉过被子将她盖起来 等到里面两人出来后 他俩同时屏住呼吸完没 陆木琴借机凯游 对准女孩小脑瓜又吸又蹭 搞得女孩心脏砰砰直跳 伴随着房门砰的一声 小夕赶紧将头抬起 好险 差点就被发现了 那个谢谢帮忙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 陆木琴听后用力抓住女孩 冷声询问你为什么给我盖被子 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欲擒故纵吗 女孩给爸总迷得团团转 却又让他手养心养得不到 严谨熙你到底在想什么 未婚夫跟妹妹行苟且之事 你居然还能这么淡定 难道你有共享老公的品货 女孩回怼这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不行 你今天一定要交代清楚 为什么非要陆又人 我陆木琴哪里比不上她 你你你 你在说什么虎王之词 这是一个长辈该说的话吗 她还真是敢想 和侄媳妇谈恋爱完全不能理解 严谨熙 我陆木琴不缺女人 也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能站在我身边 你确定要拒绝我吗 女孩听后直接推开她的脸 小声回着确定 您这样高高在上的男人 我根本惹不起 说完转身站了前面 留下陆木琴坐在那里一脸猛逼 惹不起吗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力 女孩快步走回房间 心想好险 差一点就交代到你 陆家这叔侄俩好像都不是正常人 第二天 小夕来酒吧上班时 被一个油腻老男人缠上 小美女来陪我喝一杯 男人听后拍桌怒 看不起我是吧 在这种地方打工还装什么纯洁 两名男服务生走过来又捧又平 最后送了个果盘将他打发走了 哎 倒霉喝凉水都塞亚风 上个班也能碰到这种事 早九时 手机突然响了一声 打开一看是群消息 上面写着作业提前消 小夕心想 这个狗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邮景熙 听说你又把客人惹火了 扣分那扣分 友情提醒一句 再扣下去奖金可就没了 哎呀肥婆 这里擦得不干净 给我归地上擦 要我跟你说多少便 扣分扣分 小夕愤愤不平 这个赵领班就是个人渣 每天都各种脏毛病打压我 扣分剩下的钱自己插兜 这时 老板急匆匆跑过来 陆家大少爷来了 都赶紧去伺候他 张总我有经验 绝对让他敢受到服务 老板没有理他 走到小夕跟前祈求 又染少爷指名找你 能不能过去陪他喝的 女孩心想这个家伙又要搞什么鬼 赵领班被无视心生怒气 心想都敢从我手中抢活了 看我怎么给你穿小夕 女孩为了一千万 拒绝做陆家少奶奶 酒吧包厢 陆又染跟小夕面对面坐着 昨晚我和你妹妹发生了什么 你应该都知道吧 我对你妹妹很感兴趣 而你却平平无奇 小夕听后反问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陆又染心想这个女人的确沉得住气 但我懒得跟她好 说吧 你要多少钱才肯退婚 这就对了吗 早谈钱我们就不用拉扯 心想陆又染这么猖狂 不好好敲一笔都对不起她响亮的名号 如果一个白领一年能赚十五万 工作五十年就是七百五十万 想着她抬头回着我要一千万 现在交钱我立马打电话拒婚 心想有了这些钱 张仪再也不用为房租犯愁 而我的毕业证要不要也无所谓 陆又染听后心声不悦 我就值一千万吗 当然不是 一千万是陆家少奶奶的价格 心想你陆又染在我眼里 充其量是只四脚蛤蟆 一文不值 陆又染看到女孩性情大变 心里泛起小九九 不过能退掉这桩婚姻也算自由 这张卡里有一千两百万 密码是八九一零一五 你现在就给我爷爷打电话 说我们不合适 小夕反问我怎么知道卡里有没有钱 你耍我怎么办 来给他验一下 手下拿过银行卡 对准抛丝机上一刷 余额立马显示出来 成交我现在就打电话 说着便拿出手机 伴随着短暂的嘟嘟嘟 那边接通了电话 陆老爷子在那边询问着 小夕啊 找爷爷什么事 爷爷是这样的 我不能嫁给陆又人 我们不太合适 如果冒犯到您 我在这里给您说声对不起 祝您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陆老爷子听后叹了口气 锦西啊 你可是我认定的陆家媳妇 很多年前我就盯上你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心想什么意思 难道我小时候见过她 短暂寂静 那边说着如果不满意这种婚事 那就听你的吧 挂断电话后 小夕如是重了 起身说着陆爷爷真的很正直 但陆少倒是没遗传多少 后会无期哦 祝你跟我那个妹妹百年吼 陆又人心想爷爷这么爽快答应 一定有什么秘密 春风神清气数 小夕从包厢出来后 赵领班就走不上来 呦 你不是很有补气吗 怎么面对有钱的公子哥沉粉 女孩听后轻烈回怼 起码我不给有夫之夫陪睡 当小三也能如此嚣张 你真是马中赤土人中牛马 周围同事听后议论纷纷 什么 赵领班给人家当小三 女孩回着你不知道吗 老早就跟大堂经理岗上 严姐当面给她拆穿 估计要被辞退了 赵领班听后顿势破坏 严谨西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赵领班被打摔倒在地 躺在那里哀哑哑哑的叫 小夕里都没理转身就走 两名同事在后面喊着 有空一起出来玩 来到自动提款机前 小夕低男一会得跟张一报喜 再把这个月的钱汇过去 本没旅以后可以高调生活 这时手机突然响 拿起一看是冯如烟 小夕一边点击提款机一边询问 什么事啊 那边说着陆总现在是你们系的老师 你知不知道啊 小夕回着知道 他后面会住在你们学校里 我已经安排你过去照顾他一世起居 你今晚就住过去 小夕听到这个消息深提过 妈 我听说陆老爷子是单身 要不我直接嫁给你 那样来钱更快 冯如烟听后直接被抢了 轻声询问你肯 当然肯啊 如果陆老爷子真的看上我 以后我就是陆家老夫人 到时候我投哪家公司 都不会投延事 严谨熙做人不要忘了 要不是我你早就饿死 小夕听后表情顿时冷 心想要不是你我会过得更好 八岁那年 冯如烟为了给女儿挡在 将我带了回去 我感激恩情 整日帮他们洗衣做饭 尽心尽力暴打 可就因为我得了急性传染病 冯如烟却污蔑我拖东西 向我还回了领养院 后来我的病治愈 严蕊却出了车祸 冯如烟想把我接回去继续挡灾 却被张仪一口回绝 于是便让学校把我退学 还对孤儿院多方刁难 为了能让孤儿院安宁 我只能答应跟她回去 我十八岁那年 张仪心脏病发作 严家一分钱都不肯借 我想尽办法 才筹到钱做手术 后来我考上零省零校 冯如烟为了掌控我 直接把我关了起来 最后找人 把我弄进他弟弟的贵族去 利用毕业证来压制我 如果不听话 就不让我不入 一边沉思一边输入密码 下一秒 里面的一千二百万瞬间清零 小夕顿时晴天霹雳 什么情况 银行卡里的钱呢 拿起电话打给陆又人 陆绍 银行卡上显示没有钱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拿到一千两百万分手费 准备去取钱时 却发现银行卡是空的 陆绍你什么意思 银行卡上的钱怎么没有 我仔细想了一下 决定不退婚了 我们之前的协议取消 我要娶你 女孩听后顿时晴天霹雳 陆绍你就这点诚信吗 是不是耍我很好玩 我爷爷想见你一面 半个小时后到陆家老大 凭什么 凭什么你说见面就见面 我不去 严谨熙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你之前所属的孤儿所下面的地平 隶属于陆氏集团 如果你不听话 我很难保住那孤儿损 女孩听后破口大骂 你个挨千刀的威胁我 要不是你从小就在陆家 我还以为你亲妈是冯如烟呢 挂断电话陆又然脸色难看 从小到大除了爷爷跟小叔 还从来没被任何人骂 这种滋味很难接受 此时的小夕从天堂跌入地域 心想一定是老爷子访悔 给陆又然施了压 特喵的 早知道手机转账好 陆又然你个小狗臭 老娘不会放过你 周围人群看着踢款 议论着那姑娘怎么了 陆木琴从银行办完事 转头一批 正好看到气鼓鼓的小夕 心想她这是怎么了 感觉随时都能爆炸 陆总 刚接到消息 老爷子请诱然和严小姐去老宅一许 告诉老爷子 一会我也回去一趟 还有 你去准备见女士礼服 陆木琴交代完静止走向外面 拉住小夕胳膊询问 这位小姐需要搭车吗 小夕愤怒吐槽 哪个不长眼的家伙过来人物 可看到陆木琴顿时一愣 严小姐我正好也回路家 一起吧 后面的小女孩看到陆木琴 纷纷投来花痴的目光 路上一辆豪车飞速行驶 小夕坐在车里气鼓鼓 干嘛要我换衣服 你之前那件太修行 达不到诱染标准她会痪扯 所以提前换了 省得闹起来不愉快 小夕心想这家伙平时看得不正经 没想到正事上还挺细心 这时 陆木琴看着小夕身体顿时一愣 那个 你这里没拉延 我帮你拉上 说着便上手开始操作 你的意思是想露出来给我看 要不我再帮你拖下来 昨晚不是都说清楚 你怎么还这样没分子 再不老实 你会看我不告你的道 陆家接班人爱上孤儿怨女 于是想方设法占便宜 陆总临时长辈 请自重 严小姐想跟我保持距离 不用特意强调 也犯不着脸红 还有 你说要去见我父亲 是在暗示我把咱俩的事告诉老龙吗 女孩听后顿时一愣 心想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要是传出去 我就没法做人了 陆总你的理解能力真刁钻 在你身上我管不着 多谢夸奖 我确实没有讲人八卦的癖好 两人说话间 车子突然急转弯 小夕身体不自主地向陆木琴那边倒去 缓过神后快速回谈 紧张说着抱歉了 我不是故意的 忘了跟你说了 接下来都是盘山路 还会有不少急转弯 你就这样坐着吧 不要乱走 不然撞来撞去容易撞坏身体 小夕坐在她的怀里小路乱撞 心想陆木琴真是鸡贼 居然用这种理由占我便宜 很快 两人就来到陆家老宅 下车往里面走时 正好碰到了陆佑染 陆木琴解释我回来正好碰见她 所以就带了过来 你们聊 我进去还有点事 小夕直冒冷汗 心想跟她一起 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陆佑染冷漠询问 你和我小说很熟吗 要你管 言而无信的家伙 说好的解除婚约却又烦我 就算最终取了我 你也不会幸福 对我而言妻子只是板上 幸不幸福无所谓 看来你改口又要取我 是老爷子给的压力 老人家承诺你什么好错 陆佑染被识破气急带坏 抓住小夕的嘴开始放口话 听着 我不必和你交代什么 牙尖嘴立在我这只能吃苦 小夕闪身后退 我保证 这一定是你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两人说话间 后面跑过来一个女 佑染你真的不要我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林雨菲 我不记得之前承诺给你什么呀 如果你说的要是指承上 那我可以考虑有空找你 女孩听后满脸仇视 冷声回着你混蛋 女孩因爱生恨 居然在陆家老宅行凶 为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聊这个 完全没把我这个未婚妻放在眼里 不过也没关系 我确实不在乎嘎嘎 你给我站住 不处理完哪也不能去 怎么 真拿自己当皇上了 后宫炸了还要我帮你管理 陆佑染 你把我肚子搞大了 居然还想娶别人 陆佑染毫不在意回着做了 你的孩子肯定像你我可不想你 像我怎么了 起码好过你陆佑染乱动 喜欢表姐这种事一般人做不出来 小夕一听顿时猛逼 心想这家伙真混蛋了 陆佑染被拆穿气急败坏 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 女孩仇视两人 心中带着不甘与怒 狐狸精都是女的错 要不是你抢走佑染 我能落到如此下场 我说姑娘你可不要血口被人 我根本不喜欢她 连瘾也是为了利益 一个臭毛坑而已 你想要你就拿去 老娘正好想解除婚约呢 严谨熙 在你眼里我算什么 想给谁就给谁吗 不要我试吧 我痛苦你们也别想好 说着从包里面拿出一打笔手 直勾勾的冲向凉 小夕想要躲闪 但是来不及了 危机时刻 陆木琴快速过来将她抱走 身体护住小夕的同时 轻松干掉女孩手中的利刃 女孩躺在地上哇哇大叫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 哎呀你的胳膊流血 得赶紧包扎一下 陆佑染说着我去叫私人医生 别把事情闹打 惊动你爷爷就不好 我去医院处理一下 陆佑染转头看向你 抓住他的脖子提了请 竟敢在陆家老贷行凶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小夕怕闹出人命 鼓曹说着几点得罢 他刚刚摔了一下 动了胎气会有生命威胁 最好先送去医院 你说什么 他刚刚可是要对你行凶 小夕说的没问题 这女孩要是出了事 就算你犹豫也说不清 更何况他脖子上还有你手艺 陆佑染听完一阵后怕 直接将他丢在地上 陆宁市有四大家族 分别掌控国内的军政商医 老大秦家家主秦义伙 目前在军部 老二陆家陆亭渊 从商 楼下几人的闹剧 都被楼上老爷子禁收眼底 又染这个臭小子 是该好好教育教育 不过我是想让锦西做我孙媳妇 现在一看怎么要变成儿媳妇 人民医院妇产科 陆木琴带着小夕向里面走去 周围姐妹上来询问 几个月了 有没有孕吐反应呢 还有人夸赞你老公真帅 小夕被问得有些尴尬 带着陆木琴赶紧向前冲锋 陆总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包扎伤口来妇产科干什么 陆木琴回着皮外伤而已 随便找个医生就能处理 刚好认识这里的医生 说着轻轻敲击房门 里面回了医生请进 哎呀二哥你怎么回来 真是细客呀 此人乃是汪家二小姐汪展 是汪展兰的妹妹 二哥 这个是你的女人 陆木琴听后模糊回着 未来的陆夫人 小夕一脸比 心想怎么听得这么惯 哎呀二哥你受伤了 谁给你弄打 陆木琴转头说着 帮女人打架弄了 小夕想要解释 我们不是情侣 可刚说两个字 就被陆木琴打乱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医学世家的汪二小姐 我朋友的妹妹 小夕听后赶紧打招 心想这个陆木琴坏死 明明知道她误会 还不让我解释 小夕 这边有汪大夫就好 我的外套脏了 你帮我买件新的过来 顺便再买点室的 小夕接过钱包说好 等她走后汪展翼寻规 二哥你们交往多久 难得看你对女人动心 陆木琴沉思片刻回着 她是男男的妈妈 汪展翼听后身体一转 轻声回着原来是她呀 医院走廊 小夕向外走 是听到有人争吵 凑近一听 发现是林家找上门懒了 陆又染正在接受批斗 你知道我妹妹要的 不是那些包包和首饰 她需要的是一个 全心全意的能力 原想要借着妹妹怀孕敲一笔 没想到事情居然发生反转 我三年前就结扎了 她哪里来的孩子 林语嫣听后顿时猛逼 小夕也是极为震惊 心想桂圈争乱 不适合我这种小趴才 我警告你 再这么撒泼打滚 我就让你们林家无力足之地 说完静止向外走去 正好看到偷听的小夕 什么情况 她居然拿着小夕的钱包 小夕吃完瓜准备开溜 却被陆又染给叫主 说 你为什么拿着小夕钱包 是不是你勾引我小夕了 还不是因为路上你惹的感情风波 她衣服破了叫我去买件新的 我小夕有洁癖 如果你们之间没什么 怎么会把钱包交给你 你自己可以和未婚妻的妹妹偷吃 现在还用肮脏的思想揣测别人 你有不恶心啊 还有 就算我和你小叔真有什么 那也只能说你没用 得不到我的心 陆又染听后回忆涌上心头 之前她也深爱过一个女儿 但女孩最后选了她小叔 这么多年过去 一直是陆又染的心急 想到着她失去理智 抡起拳头砸过去 墙壁瓷砖寸寸断裂 吓得小夕心脏狂跳 我警告你 你现在是我的女 以后还会成为陆家少女 我绝对不允许你给我戴帽子 听清楚没 你那么大声干嘛 我耳朵没聋 小夕一边向外走一边沉思 这个小子也就是出生在路径 否则我早就把她捏成渣渣了 过了一会 小夕买完衣服回来 陆木琴发现她手腕上的抓痕 冷声询问谁弄的 小夕失落回着没事 陆木琴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 是又染干的吧 你平时不挺胸的吗 之前踩我脚现在还碰你 怎么一遇到又染就吃亏呢 小夕冷漠回着 我犯不着跟疯狗不咬 还出去给大总买吃的事 被未婚夫按在墙上欺负 牙子必报的她 发现未婚夫车子围停 顺手叫了拖车给她拖走 气得未婚夫站在那里暴跳如雷 小傻瓜干得漂亮 这才是我认识的严谨西 小夕被她摸头杀 心脏不争气的砰砰直跳 记住 以后不要买这种快餐 因为我不吃 还有我不习惯被女士请客 我不是无缘无故请你 谢谢你刚刚为我挡刀 要不是你我可能就躺平了 所以你就用肯定机打发你的救命恩怨 拜托 我是个小穷鬼好不 平时我自己都不舍得吃 陆木琴疑惑不紧 严家也不穷啊 你怎么又缺钱了呢 小夕无奈回着我是领养 说完敏锐的察觉倒不对 她为什么说又缺钱 一脸戒备的询论 你还在什么时候见过我缺钱 陆木琴听后陷入回忆 冷声回着你听错了 对了 你会做饭吗 凑合能吃吧 你要干嘛 我以后就住校围 但还没找到合适的家长 能不能劳烦你每晚给我做顿饭 月薪两个大波溜 小夕一听顿时心动 不够冷静一想又感觉哪里不动 我们的关系特殊 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陆木琴被拒绝开始装病 哎呀我这胳膊又开始痛 小夕非常吃这套 毕竟她是为自己挡刀才这样 于是决定先做一个月 陆木琴见计谋得逞 顿时露出邪恶的威胁 光展一躲在门外偷听 看到陆木琴笑了 顿时心生促意 下午 小夕来到图书馆学习时 闺蜜走过来闲聊 锦夕我刚在宣传海报上看过 学校要跟陆氏集团办设计大策 前三名可以进陆氏工作 小夕听后陷入沉思 陆氏可是国内大旗 要是进去上班肯定能撞 不过 我生活和学业已经和陆家纠缠不清 要是工作在缠上 我这辈子就离不开他们 由于是闺蜜又爆出一个福利 听说前三名有100万奖金哦 小夕听后瞬间燃起斗志 喵的报名 前三我实在必得 女孩虽然被豪门领养 但却过着比普通人还普通的日子 在家里洗衣做饭擦地 在外面端茶倒水伺候人 成年后 女孩想要试着反抗 却被继母全尸压得喘不过气 女孩无奈只好顺从 按照她的要求去照顾未婚夫小书 陆木琴真是奇怪 学校那么多公寓不住 偏偏要住传闻中的凶展 很快 小夕就到达目的地 走进屋内询问有人了 这时 她看到桌子上有几张设计 巴洛克和现代建筑龙佛 直接上升一个档次 小夕越看越震惊 越看越心动 看着看着竟有些入名 严谨西女士 你觉得我的设计如何 小夕回着几乎完美 你有什么想法 不妨说说看 我觉得你的设计不够刺激 摩奈哥皇室喜欢一些震撼的设计 如果能在室外加一些赛车跑道 我觉得会更有趣 陆木琴听后极为震惊 心想好好培养肯定是个人才 陆总我只是随便一说 你当个笑话听听就行 话音刚落 出来回着你不是喜欢刺激吗 小夕一听顿时急了 用力推开回头 想找刺激就去酒吧 那里多的是能和你刺激的名 你在想什么呀 我是说这个设计稿 我一直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觉得你说的对 确实缺少刺激元素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她这是肯定了我的建议 或许可以设计一条通道 通往满足个人情绪的肠子 小夕听后一脸无语 喵得这是个变态的 从你的想法可以看出 你是个疯狂的女孩 只是你的疯狂暂时被压制 但是总有一天会爆发 还不是呢 你不要乱揣测误 你忙吧我去做饭了 有什么事可以叫我 小夕走进厨房洗菜时 忽然感觉陆木卿很可疑 因为她总能利用一些细节 查看别人内心 刺激后 爸总就对女孩念念不忘 但碍于她是侄子的未婚妻 还是决定保持距离 小夕站在厨房左右开工 很快挤到美味佳肴就做出来 陆木卿调侃你做了这么多补食 是不是对我图谋不顾 小夕才不想搭她的话 冷声回怼吃你的饭吧 陆木卿夹起一块猪肝放在嘴里 仔细咀嚼后给出了吼 小夕收到夸奖得意的孝敬 两人闲聊时 系主任打来了电话 小夕疑惑不解 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呀 接起电话那边说着 经过学校领导决定 任命你做陆导师的助理 从今天开始你就搬过去助理 陆木卿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得意 小夕听到要搬过来顿事急了 想要反抗一下 那边却直接挂断电话 陆木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夕疑惑询问呢 为什么他还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考虑到在学校 确实需要个助理 所以又同意了 小夕听后瞬间无语 心想你这个老孤鲁棒子 真该是 起身离开陆木卿说着 我在楼上中间那个房间 剩下的你随便走 你就死了这条心了 我是绝对不会住在这 我还要去烧烤店打工 再见 学校和陆导师举办的设计大赛 后天就截止报名 以你的才华不容错过用 那还有你说 我肯定会报名的 奖金我实在逼 陆木卿看他摔门离开 心想这丫头脾气真大 不过 他那么爱钱 一定会过来住 第二天 小夕无精打采的过来上课 回想到昨天晚上 去姐妹那里蹭住 心情顿时有些压抑 不能一直麻烦别人 得想想住宿的问题 这时 同学们被旁边的白毛帅满 小夕转头一看 这他们要不是陆又染 昨天晚上约我看电影 我没去 今天这是来学校招我 陆又染察觉到小夕的目光 心想居然放我鸽子 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这样的他倒是很有味的 景熙快看 那边的帅哥好破 小夕贴近低男 他就是陆又染 明明一听瞬间无语 就是他跟严蕊搞到一起 他怎么有脸来学校找你 鬼知道 一会下课帮我打掩护 我不想见他 明明比了一个OK的手势 保证完成任务 为了追到女孩继承家业 陆家少爷化身狗皮膏药 教室里 小夕坐在那里沉思着 经过这几天胖打打探 发现陆又染喜欢季姐梁失落 据说陆又染父母很早就离业了 他跟着母亲改嫁到梁家 组建了新的家庭 陆又染因此认识了季姐 两人关系非比寻常 还谈过一段不被接受的虐历 后来梁小姐乘坐游轮发生意外 陆又染从那之后性情大变 哎 这些豪门少爷小姐的故事太复杂了 想不到陆又染这个臭小子 以前还是个纯爱战士 看来想要解除婚约 还得从这个梁失落下手 40分钟后下课铃声响起 陆又染瞬间被一群女孩包围 有人讨要联系方式 有人询问有没有女朋友 陆又染不想跟他们纠缠 冷声怒斥给我滚开 女孩们被吓得不行 于是纷纷退了 当他们完全散开时 小戏已经没影 陆又染气得不行 大声吼了一遍她的名字 等了一会没有回应 她走出教室开始寻找 欣元赶在我面前耍小把戏 真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哎呀这不是又染 你怎么来我们大学了 陆又染没好气地询问 看到你姐姐了吗 严蕊回着我姐不在教室的 那肯定在你小树公寓 你还不知道吧 他们已经同居了 陆又染听后顿时猛一 西林公寓 小夕看着陆木勤发来的信息 上面写着今天要吃的 小夕吐槽真是个心大的主 也不怕我在饭菜里面下 提着食材走向厨房 身后突然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小夕听后顿时一愣 传闻这个公寓闹 所以他内心怕急 拿起酒瓶给自己送 下一名 陆又染就从外面走进 两人四目对视小夕顿时一愣 陆又染冷漠说着你烧杯 果然在勾引我小叔 猪只俩因为一个女孩 开始争装吃醋了 严谨西 你果然在这里勾引我小叔啊 你在胡说什么 你小叔住在学校里没人照顾 冯如烟为了拍他的马屁 然后给我派了管 你是我的未婚妻 不应该服侍我吗 小夕无奈回着不是我能左右的 冯女士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还有 她不是把严蕊给你了 你还惦记我这个养女做什么 陆又染看她阴阳怪气 冷声怒斥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陆少要是看不惯大可退婚了 我相信会有一群女孩子到追你了 何必在我这受气 陆又染听后气急败坏 抓住小夕的手直接推倒 陆少爷之前不是让我守佛管 现在是要打自己的脸 你想守佛管我偏不叫你如意 今天我吃定你 说着就要上去亲吻 小夕看她越来越近 大声吼着不要 说完一个大逼都衔接了过去 打得陆又染定在那里一动不动 严谨西 你居然敢打我 陆少你别激动 我刚刚条件反射 陆又染听后顿时暴怒 准备今天就在这里办 小夕意识到事情不明 直接用手堵住她的嘴 眼看着就要视身时 陆木琴从后面走不过来 一把拉起陆又染呵斥 你们太放肆了 陆又染听后不紧不慢地站了起 小夕则是非常庆幸她回来 差点就交代着 陆又染看着小叔那紧张的表情 心想看来不是严谨西勾引的小叔 倒像是小叔对严谨西有意思 想着她开始宣誓主权 小叔不好意思 我们俩刚刚有些情不自禁 小夕对她厌恶至极 打开她的手回对你在胡说什么 哎呀别害羞嘛 你没经验我可以理解 以后我会慢慢教你 陆木琴看出她的挺性 冷声怒斥最好别有下次 哈哈真无聊 我还有事先走 走到陆木琴身旁警告 我的女人谁也不能动 否则我会翻脸 小叔 你懂我的意思吧 叔侄俩同时喜欢上一个女 为了得到她两人差点闹掰 没想到严小姐口挺急啊 就这么迫不及待和未婚出亲人 小夕被嘲讽顿时一愣 想要解释却又放弃 算了 我去做饭了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陆木琴健壮顿时暴怒 一把搂过小夕开始叫了 就算你不喜欢我 也不该做见自己 还是说你可以接受一副多期 小夕听后顿时生气 用力一推快速跟她分开 陆木琴冷声询问 你就这么烦当我吧 我知道你不喜欢陆又人 做我的女人 我可以帮你杜绝她的骚扰 小夕不敢置信 堂堂陆氏集团总裁 居然对自己说这种话 怎么你不愿意 如果不愿意那就算了 就到我什么都没说了 等一下 那个我做完饭 可以借用一下房间吗 今天留的作业太多了 我晚上还要打工 时间比较紧张 陆木琴听后没有回答 直接摔门进了房间 这个狗男人 不会被我拒绝生气了吧 这时 小夕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接起电话那边说着 宝贝啊 听陆少说你住到陆总那边了 怎么样 你做的饭菜他满意吗 小夕听他这么说话 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对了宝贝 明天陆少来家里吃饭 你回来一下妈有事跟你说 小夕听后冷汗直流 询问着有什么事电话说 冯如烟不耐烦的说道 让你回来就回来费什么 电话挂断后 小夕陷入沉思 陆又然把撞到到冯如烟那里 岂不是坐实了我和陆木琴同居 完了完了 以后肯定得住在这 陆又然你个大傻茶 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还告家长 陆木琴在楼上一脸得意 心想他虽然不喜欢我 但一定很讨厌陆又然 第二天中午 几人如鱼而至 小夕刚进门就被人当成丫头 端茶到水伺候 这时 陆又然突然抓住他的手 一把拽进怀里说着 记住 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小夕听后反驳道 陆少这话说得有点走 是不是还不一定呢 花花公子秘密被女孩知道 于是决定给他的教训 严家别墅 小夕跟陆又然打眼一激怒严蕊 你们昨天背着我说了什么 不给我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小夕被拉扯无语至极 想要就此离开 却又不敢违背杨母的要求 严蕊 别闹了松手 我跟你姐姐有正式要谈 小夕根本不想理她 冷声回对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严蕊看到她坐在陆又然怀里 极度的心瞬间爆发 拿着水杯就要砸过去 好在小夕反应快攥住了她的手 想要放去狠话呵斥妹妹 却被杨母丢过来的水杯砸中了她 严谨心里找死吗 居然敢对妹妹动手 小夕被砸额头剧痛 但迫于杨母的诠释她只好因人 哎呀路少不好意思 我刚刚有些冲动了 差一点咋到你对不起 严蕊一听赶紧上去关怀 姐夫你没事吧 有没有被玻璃扎到 众人的冷漠让小夕感到心寒 这个家好像从来都不缺自己 明明自己才是受伤的那一 不过她也习惯了 从领养那天开始 就没有享受过家的溫度 过了一会儿 严蕊怒气冲冲来到小夕房间 大声嘶吼都怪你 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在姐夫面前出去 小夕冷漠回着那是你的男人 以后可别叫姐夫 直接叫丈夫更合适 总之我警告你 离陆又然远逆 她是我 就算我不跟你争 陆又然也不会选择你 因为她心中住着别的女 她现在之所以这样 也是因为那个女 话音刚落陆又然踹门而遇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住着别的女 你调查我 说着抬手命令严蕊出去 小夕看她反锁房门 警惕询问你要干什么 陆又然疯了一样快速冲过来 用力将小夕丢在床上 今天老子就要扮了你 天王老子来了也就不聊了 说着就要撕扯小夕衣服 说你是怎么知道那些事情的 小夕一边推散一边解释 我故意那样跟严蕊说的 你激动什么 你这女人没一句实话 我不相信你凭空捏造 用力按了一下小夕 导致她脑袋撞了一下床头 小夕视线逐渐模糊 心想一定是冯如烟那下 给我砸出内伤 陆市长多人为了一个女孩 竟然跟自己大侄子撕破了 严家别墅 陆又然给小夕压在下面欺负 这时严蕊突然破门而入 直接将陆又然的计划改断 小夕抓准机会上去就是一群 捂着额头迷糊地向外走去 可刚走到门口 疲惫感顿时心 身体不由自主倒了下去 陆木琴见她昏倒 反复叫了好多声都没反 冯如烟看她担心轻声说着没事 只是被我砸了一下头而已 睡一觉应该就好 陆木琴听到小夕被虐待 心里顿时燃起目 冷声回怼她以后可是陆家的人 要是再有人动她 羞怪陆市集团不客气 两人说话间 陆又然从里面走出来 陆木琴没有理会她 而是直接将小夕报警 想要就这样离开 可又怕小夕再受到欺负 转头对着陆又然呵斥 你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 陆市未来的继承就得换人 陆又然被屌心声不悦 冷声会对你真要因为一个女 跟我撕破脸皮呢 陆木琴不想跟她理论 只是回了一个冷漠的眼神 悉灵别墅 小夕在梦里暴打陆又然 一边打一边笑 一边笑还一边流口水 当她完全清醒顿时一愣 因为自己身前多了两个人 一个美女是汪医生 另一个帅哥小夕没见过 陆木琴看她醒了快速跑过来 抬手介绍她是汪展兰 神经外科专家 过来帮你检查脑袋 放心吧严小姐 你头上只是皮外伤 按时上要休息几天就好 小夕听后连连道谢 心想只是个皮外伤 陆木琴居然把汪展兰这个专家请过了 真是小题大做了 好了好了 既然小夕醒了你们就出去 我在这里照顾她就行了 两人出去后 汪展一开始交代她的商量 对了景熙 我要跟你说声抱歉 之前以为你是二哥的女朋友 所以对你有些误解 后来才知道你是佑染的未婚妻 小夕连忙摆手回着没关系 你跟陆佑染再好不过了 二哥感情复杂你驾驭不了 她一共离了两次婚 一次闹得天翻地覆 一次藏得滴水不漏 你这么单纯 根本不适合这样的男人 两个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人 却谁也不肯承认 汪展一借着照顾小夕各种事态 套话 可最终一点有价值的信息没唠叨 第二天中午 小夕迷迷糊糊下楼时 却发现屋子里干净整洁 疑惑询问你今天没上班吗 陆木琴回着上午的事已经做完了 下午特意留了时间照顾 小夕听后陷入沉思 试出反常必有妖 这家伙一定有什么事憋着 拿起勺子品尝美食 却被这鲜美的味道惊呆 你这汤做得超好贵 陆木琴回着喜欢喝那就多喝点 里面加了猪脑跟河头 特别补 小夕听后一阵失落 从小到大都是自己照顾别人 还是第一次被别人找 想着想着 眼泪不争气地蹦出来一滴 小夕赶紧抬手擦掉 妥槽着我们只是雇佣关系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陆木琴洞察一切 抬手递过一张纸巾回着 你不用有压力 就当我踢又染给你赔罪了 小夕接过纸巾很是感动 可下一秒 陆木琴却突然不震惊了 你在这么寒情默默看着我 我怕我会忍不住要你 小夕还没从感人的场景走出 不然听到这个话有点范围 等他反应过来上去就是一群 大声怒吼要你妹 陆木琴被打没有生气 笑嘻嘻回着你要我妹 那我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小夕被他气炸了 心想这家伙总是在我对他改观石阳沙子 搞得我像个傻子一样 陆木琴看他站在那里气不哭 轻声安抚快吃吧 不然一回都两回 小夕为了不辜负美食 决定先吃饭以后再收拾他 女孩为了两万块的工资 决定留在西林公寓伺候吧 傍晚 小夕吃完饭来到浴室洗澡 洗着洗着突然停电了 快速起身想要拿浴巾 却摸到一个胖乎乎的人手 小夕顿时害怕极了 拉过浴巾就要逃跑 可刚卖出浴缸扑通一声滑倒 陆木琴刚好从门口路过 听到小夕在里面求救 想都没想直接冲了进去 陆木琴那里有鬼 我刚刚摸到他的手 陆木琴上前将他扶起 轻声询问有没有摔到头 小夕这带身体羞涩回着没有 然后指着窗户那边大声吼道 就在那个窗帘后面 陆木琴听后一阵吃笑 鼓操你的大学生应该相信科学 可我真的摸到了人手 陆木琴听后一脸正重 可当他拉开窗帘 两人同时摸逼 陆木琴调侃你说的人手是这个 小夕尴尬回着好像瘦 排除妖魔鬼怪后 陆木琴快速贴近战品 你要是害怕 不如我陪你睡 小夕被他调戏身体炽热 可理智告诉自己必须拒绝 转头怒吼你又在大放什么角色 其实陆木琴为了帮小夕减轻负担 总会偷偷叫宝杰来家里打死 没想到这次宝杰把手套忘在这里 才酿成这场乌鲁 两人发呆时 头顶的灯突然亮了 陆木琴转头查看小夕霜 却被他误以为故意占品 陆木琴见状赶紧解释 我是看到你腿摔清了别误 快点换好衣服出来商量 小夕用力将他推出去吐槽着 我告诉你啊 不用对我这么好 我的心是铁打 这世上哪怕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也不会对你有想法 小夕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强调继承认 你这什么歪理 我只是单纯的提醒他 关好门 小夕趴在洗手台上大口呼吸 这个男人就像带着致命毒药一样 一不小心就让人弥足身心 每次他带着强烈的侵略气息 行 我都怕我招架不住 说我到底怎么了 女孩饭桌上被人针对 大总见状立刻回击 几天后 小夕带着作品来到教授办公室 教授看到这幅设计图 激动的手都不抖 锦西啊 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天赋 我相信 听你的才华和努力 以后定是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都是杨教授对我的悉心指导和栽培 学生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杨教授见他这么懂事 顿时感动得眼泪直流 两人说话间 副校长火急火燎冲了进来 杨教授 学校想请陆总吃个饭 可陆总点名邀请了您 希望您能赏脸一起去 杨教授一听开始装糊 你说的陆总是谁啊 我也不认识去了多尴尬 副校长老有条了 一眼就看出这是他堂次的借口 一边拉着杨教授一边说着 您就别装了 让咱们学校贵人等久不好 对了锦西也一起来 你现在的身份不一般了 如果不带着你陆总会生气的 事实证明女孩子读不读书没什么用 只要找个好人嫁了比什么都请 小夕一听顿时不乐意了 心想这老灯应该觉得我放上陆木琴了 锦西啊 如果不想去不用年轻 小夕白白被欺负哪能罢休 走到副校长身边回赌 我得多读书啊 要不以后生出副校长这样的哈啼小孩咋办 副校长被骂拉拉里 鼓操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牙尖嘴利 根本不懂吃亏是福的道理 既然副校长喜欢吃亏 那以后多吃点 教授我们走 今天特意来学校审核伟做读 我得照顾好人啊 副校长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 真是一招容在天 樊途脚下你 小丫头骗子不知天高地厚 我看你还能蹦得多久 半个小时后 陆木琴跟校长坐在饭桌上闲聊 这次合作的设计大赛多亏陆总招负 我敬你一杯 话音刚落 副校长就带着小夕和杨教授走近 陆木琴健壮快速起身 走到杨教授面前握手问候 小夕寻找座位时 正好跟陆木琴对上了一 几天前暧昧的画面疯狂涌出 小夕脸蛋刷得一下就红了 好在校长插课打混 不然小夕都不敢抬头 陆总 我女儿刚从国外回来 学的专业是酒店管理 不知能否安排贵公司效力 人事方面我向来不插手 不过 我可以把令员的简历交给袁氏部经理 到时候等通知就可以 小夕一边倒查一边沉思 这不就明确表明 能不能进就要看冯娇娇的本事吗 娇娇 陆总都这么说了 还不快谢谢陆总 冯娇娇也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 其身台北表示感谢 冯小姐不必着急谢我 头地简历举手之劳二 冯娇娇听后尬在原地 校长赶紧出来打原场 那就等陆之后再谢也不迟 冯娇娇刚被怼丧完很是不少 直接将怒火转向小夕这个 爸爸 我们这么高端的晚宴怎么邀请这种 真是降低了档次了 陆木琴一听他怼小夕顿时不乐意 抢几微笑回着 他是我让杨教授带来的 如果不方便我们先离开 省得妨碍你们吃饭 还终于扛不住诱惑了 居然趁着酒精强吻罢嘴 怎么 现在不介意我是你未婚妻的小叔 我是不可能嫁给陆又染 你又怎么可能变成我的小叔 所以 你问我是因为喜欢我 小夕不想承认开始插科打混 我只喜欢钱 喜欢张仪 还有福利院的晨晨和小姐 喜欢吃大餐不用看价 陆木琴不想听他胡言乱语 抬起他的下巴直接吻了回去 下一秒 小夕酒精上涌直接昏睡在他的怀里 陆木琴见状一脸无奈 普桃把我撩拨的正起劲 自己却睡着真是太可恶了 某酒店套房 冯娇娇跟严蕊通电话 表姐你知道吗 严谨西出去后陆总也跟了过去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导致饭局因此中断 严蕊抬起手机点开外放 陆又染听到通话顿时陷入沉思 小叔你拿继承人压物 要是爷爷知道你泡我未婚妻 会是什么反应呢 西林公寓 陆木琴将小夕运到床上后 拿出一颗结酒药塞进他的嘴里 好好睡一觉 明天就可以满血腹活了 吃完药 陆木琴给他盖好被子 心想以后绝对不能让你再喝酒 看着他甜美的睡姿 陆木琴身体突然有些躁动 想要冲上去释放 却又觉得这样不稳妥 过了一会小夕从睡梦中清醒 竟然看到陆木琴对自己敞开心扉 紧张又害羞的情绪逐渐高涨 眼看陆木琴就要受性大发誓 小夕上去就是一记扫堂筒 嘴里咒骂你们书只俩没一个好东西 下一秒 小夕脑袋着地瞬间清醒 我的妈妈呀 怎么会做这种奇怪的梦 简直不敢相信 快速起身拿起水杯蹲蹲蹲 停复完心情开始复盘 昨晚我喝醉 是陆木琴给我送回来 还给我吃了解酒 没错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除了张一这么照顾 其余都是自己硬挺惯 突然有人虚寒问暖 给我喂要盖被子 还有点不适应呢 不过 我绝对不能对他产生依赖 陈思石肚子突然咕噜一声 妈的法科居然忘记做早饭了 陆木琴不会把我开除了 快速冲出房间 诱人的饭菜直冲大门 心想完了完了 刚来这么几天 居然让陆木琴做了两顿饭了 我这个家政也太不称职了 这时陆木琴电话响了起来 他接起电话询问 怎么了宝贝 是想我了吗 小夕听后心头一颤 这个渣男居然有女朋友 还喝醉大放厥词 把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 通通说了出来 饭局上 小夕被校长女儿针对 陆木琴见状立刻帮他解围 锦西是我让人带来的 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们现在就离开 怎么会呢陆总 您邀请的人 那就是我们的贵宾呢 娇娇 还不快给锦西道歉 冯娇娇见父亲都低头了 只好乖乖过来道歉 锦西对不起啊 刚刚是我说错了 看在我们表姐妹的关系 这件事过去了 小夕端起酒杯疑惑询问 你确定让我喝酒 我怕喝醉发疯 你承受不了 冯娇娇听后顿时陷入回忆 那年冬天 他把一瓶冯酒倒在我的头上 冻得我当晚发烧进医院 严蕊更惨 被他踹进永池头还摔破 等一下锦西 如果不想喝还是别喝了 旁边的几人听后一脸努逼 回着您太客气了 心想孙书记在我入学时帮过 他进的酒我必须喝 锦西咱俩也喝一杯吧 以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 锦西跟陈主任说了声谢谢 便端起酒杯一口闷 陆木勤看他一杯接一杯地喝有些心疼 不过这些都是他自愿喝的 阻止的话倒有些不礼貌 半个小时后 小夕摇摇晃晃从包厢走出 你好 请问西手间在哪 服务生回着一直走到镜头 左转右手 小夕听后对着假人说了句谢谢 此时酒精渐渐上流 就连走路都有些吃力了 大口呼吸调整状态 心想红酒白酒啤酒掺在一起 神仙来了也得躺起 要不是陈木勤替我挡下最后一杯 我怕是出来的力气动用 迷糊向前行走 左脚半右脚直接飞了出去 眼看着美丽的脸蛋就要亲吻大地时 陈木勤及时出来给他抱住 你不该成功 小夕抬头一看是他 心脏不争气的碰碰之地 以后你一滴酒都不能喝了 听到没有 小夕现在罢复附体 根本不理会他说的什么 老拨陆木勤就开始挺逗 陆总 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嘴唇很好看 陆木勤听后一阵吃饰 吴槽你喝醉后别有一番风味吗 小夕根本没有危机感 手指拨弄肆无忌惮继续挺逗 还当对大总放下戒心 就听到他跟别人搞暧昧 你要乖哦 等我有时间去那边看你 小夕看着他跟别人轻轻握握 委屈的眼泪都要蹦出来 陆木勤完全没有察觉到后面 拿着手机一口一个宝贝 小夕听后醋意大发 决定再也不要理他 心想还是头一次看他露出这种笑容和宠意 像陆木勤这样的男人 早就领略过无数女人 对我的好 不过是他一时兴起 如果把这样的人当作依靠 那以后有我伤心的 现在及时发现挺好的 早些断了念想早些脱身 沉思时 陆木勤从后面走了过来 饿了吧 我煮了粥过来吃点吧 小夕不想跟他有工作以外的交集 起身说着我要去上课 陆总自己享受吧 陆木勤看出了不对劲 挑逗说着昨晚还主动摸摸 今天怎么就生疏了 小夕听后一脑瓜子问好 努力回忆后他全都想起来 完了完了 喝酒真是务实 陆木勤这得怎么看我 会不会觉得我故意投怀送抱 喵得这下误会大了 那个陆总不好意思 昨天我喝多了 不然借我十个胆也不敢玷污你 明知大人不计小人过 忘了这件事 陆木勤一听他要耍赖 快步走过来回着不行 小夕见事情如此严重 决定转移话题敷衍了事 可这点小计谋分分钟被他拆穿 你在逃避什么 严谨兮兮 你是喜欢我的对吧 陆总你别闹 真当自己是香伯伯了吗 心想刚刚一口一个宝贝叫别人 现在还敢问我喜不喜 这个男人脑子到底装了什么 不喜欢那你为什么问我 我都说喝醉了 做过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让你误会了 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陆木勤一听顿时急了 拉过小夕说我不接受道歉 我可不是谁都能问 小夕气氛询问那你想怎么样 陆木勤听后冷声回着 既然你说不记得 那我就帮你回忆回忆 说完报警信息开始亲吻 小夕被吻有些上人 脸蛋红润双腿酥麻 完全失去抵抗能力 昨天还热情似火的女孩 今天却变得爱她不如 陆木勤为了让她回忆起昨天的事 一把将她搂过开始亲吻 亲吻过后 陆木勤说着我们扯平了 既然你不喜欢我 以后就不要做任何越界的事 说完静止向外面走去 小夕看着她离开的背影陷入沉思 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发生更疯狂的事 不行 必须攒点钱搬出去准 这时 陆又然突然发来一条信息 小夕看后静止从里面走不出来 你怎么这么邋遢啊 头不梳脸不洗也太操了 你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不值得我用日抛美瞳精心打扮 看在你头有伤的份上 我不跟你计较 头恢复得怎么样了 没事 不能把你和严蕊送进橘子有些疑惑 严谨西 你说话非要这么带词吗 爷爷这两天让我带你去老宅看看 明早我来接你 小夕一听要去老宅陷入沉思 我跟陆又然是老爷子撮合 去跟他解释清楚 说不定可以摆脱这个毒 陈思丸 小夕捶着肩膀回着我知道了 怎么肩膀这么酸吗 昨天你和我小叔离开饭局去哪 该不会做了什么苟且之事 呵呵不用猜我都知道 应该是冯娇娇告诉严蕊 严蕊又告诉你 陆又然紧张回着当然不是 还苟且之事 你脑瓜子里是不是装得曲曲 怎么会说出这种恶心的话 还有 你小叔去哪干嘛问我 你直接问他不就完了 你该不会喜欢你小叔吗 陆又然听后顿时猛逼 紧张回着你再不说什么 没事没事 喜欢我帮你去告白 省得你不好开口 陆又然听后直接破防 大声怒吼你精神病 陆少要是不喜欢那就赶紧走 不然我怕我管不住嘴 无言乱语 陆又然被气得咬牙切齿 眼紧吸你给我抖 别让我抓住你的拔 说完一脚油门窜了出去 小夕被呛得扣扣之咳嗽 心想这叔侄俩没一个好东西 得赶紧跟他们发清借信 家小少爷向老爷子告状 说小叔跟他的未婚妻暧昧 老爷子趁着家庭聚会 询问是否为真 陆木晴淡定回着情况有变 您看看取消他们的婚约吧 哎 我陆耀苗这辈子就你们三个子女 你虽然是最小的 但一直做事沉稳 从不让我操心 你二姐陆木兰早年嫁到国外 一心相夫教子也称得上眉 你大哥陆木晨却婚姻不幸 当年娶了沈文英之后天天吵架 最终不欢而散 离婚后你大哥离家出走 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果 只扔下一双儿女幼青和幼兰 沈文英想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两脑城 我为了弥补她 只答应她带走幼兰 毕竟幼青是个女孩 还是留在陆家更安全 怎料幼染懵懂无知 竟然和她那个妓姐梁失落搞到一起 闹出这段丑闻真是家门不幸 都是我这个当爷爷的没照过好幼兰 我愧对你大哥呀 这些年我一直想弥补幼青和幼兰 几年前幼青嫁人 目前就剩下幼染还没成嫁 千挑万选定下警戏后 你又掺和进来 一开始幼染自己都极度反对这门亲事 你的补偿不见得是对子 同时还牺牲了一个女孩的幸福 以后别再乱点鸳鸯 你没有做月老的样 毕竟您自己离婚二十年也担着 老爷子听到她的话直接被呛了 话说你们叔侄俩怎么总定一个女孩 从前是梁失落 现在又是廉姐西 我对梁失落从未有过感情 之前在一起破余局势 维持一年就分道扬镳了 这件事您不要再提了好了 不提就不提 你妈在国外待得还好 你们分开的二十年里 吕女士一直过得很好 甚至都忘记了你 这个女人跟我离婚后过得那么好干吗 这不是故意气我吗 不对 前几年我听说她被梁老城社局 险些被观想被误 最后你被迫跟她女儿梁失落结婚 才把她搞出来 您怎么说话跟放屁 不是说好的不提梁失落了吗 话说回来 当年吕女士跟你离婚 说你外面有人真的假的 老爷子听后瞬间破房 放特喵的狗臭皮 那是误 我都跟她解释无数次了 她就是不相信你 你有时间帮我劝劝她 回来跟我复婚吧 我怕梁老城的手伸到国外 你妈岂不是又要威胁 再敢动我妈要她老命 那个老灯早就看她不熟 不过 您现在要做的不是担心我们母子 有那闲情眼 只多看看公司 陆氏最近财务报表出了问题 目前查到的证据指向 又轻的老公 你的好女婿立情威 还打扮漂亮闪亮灯场 看得爸总眼睛都直了 陆又染察觉到小叔的目光 一把搂过小夕宣示主权 两人隔空较亮 奋不得立刻干一架 小夕过来 有老公在那别紧张 女孩被她拉扯心生怒气 但爱与老头的面子 只能强压下来 瞧瞧 前阵子还让我解除婚约呢 现在感情好起来了 陆又染附和着试验 感情都是可以培养的 只要是对的人 先婚后爱又合房 小夕听后开始盘算怎么退婚 直接说感觉不太妥当 行敲侧击又怕老头揣着明白装火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早都结婚了 我二十岁就当上了爸 陆木晴听后顿时不爽 冷身回怼二十岁结婚生子 那您七十四岁应该入土为安了 话落乌尽 周围的温度直线下降 老爷子脸颊直冒黑线 心想这个归儿子就因为看上知悉了 居然咒他老爹早点死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今年过完生日都二十七了 侄子都准备结婚了 你还孤家寡人一个 您话说得有些早 谁先结婚还不一定 小叔你不用着急 毕竟你都有儿子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妈妈是谁 小夕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爆炸 他居然都有孩子 那天一口一个宝贝 难道是在叫他儿子 木晴 你有本事就把宝贝的亲妈带回 给我们大家看看 是啊是啊 小叔隐藏这么神秘 该不会我们都认识了 小夕听着几人对话陷入沉思 陆木晴为啥一直叮嘱 怕儿子的妈妈又不是 你们觉得我四年前都没说 现在就会说吗 现在你回国发展 宝贝以后也弄回来读书吧 他那么小没有爸爸陪到回宫 陆木晴回着等他放水假的 现在可是班里的小霸王 学校动不动就把保姆 请过去谈人生者 你还好意思说他 你小时候学校邀请我的四处手 那频率多的都以为我是老师 陆木晴反驳那每次优秀学生颁奖 你别去啊 小夕看着两人半嘴 瞬间感觉到有些温馨 这时老爷子突然把矛头 转向陆又人 以前你怎么玩我不管 但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老婆是靠自己追的 即便是老夫也不能全权包办 那样有损因的 能不能留住警细就看你自己 小夕听后如蒙大赦 这是直接给他安上一个免死惊喜 谢谢陆爷爷 您这么说我不放心了 老爷子心想反正你早晚都得进陆家 至于是孙媳妇还是儿媳妇 问题都不难 我们贵族夸活多 叔侄俩竟然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 老爷子得知不但不阻拦 反而叫他们公平竞争 又人 我和穆琴还有事 你带着警细去花园逛逛 陆又人听后不耐烦说着走 我带你去转转 可下一秒 他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拿出手机看到来电后 陆又人快速向外面跑去 请心理先去溜达 我一会过去找你 小夕见状一脸猛逼 吐槽着陆家男人怎么都跑这么快 陆又人出来后拿着手机询问 有什么进展 是的陆先生 您之前委托我寻找梁诗洛小姐有下落 在法国西圣德堡的一家疗养院 昨天有个女孩刚刚苏醒 惊人查证她就是梁诗洛 陆又人听后极为震惊 紧张询问消息属实吗 侦探回着绝对属实 目前这个消息已经被梁诗封锁 知道梁小姐还活着的只有她的父亲 不过 梁小姐因为在海难中摔伤脑袋 记忆和思维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要去看看吗 陆又人大笑回着当然要去 挂断电话脸色逐渐转了 梁诗洛呀梁诗洛 当初我和你恋爱被人发现 我们决定为爱殉情 可被抢救过来却发现 你居然背着我偷偷吃了酒 已经乘坐游轮去国外度假 母亲还说你爱的一直是小叔 跟我在一起只不过是利用关系 害我这么多年陷入痛苦深渊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解释 说着便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给我买张去法兰西的鸡皮 要最近的航班 别墅花园 小夕一边溜达一边拍照 这时她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吵架 秦威 你居然偷拿公司三千万 你堆得起陆家吗 又轻你听我解释 我拿钱是为了投资 但海外出了点问题 资金冻结在那里 我不管 小叔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你必须给我补上 小青啊 我转移资产 还不是为了你和杨阳 你真的忍心 看着老公郎当入狱吗 女孩好心解决落水而同 却被孩子他爸诬陷成凶手 又轻你还不明白吗 以后的集团 不是给小叔 就是给幼儿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是陆家的长孙女 哪怕你说这个钱 你赌博输掉 爷爷最多呵斥你一顿 肯定不会把你送进去坐牢的 又轻听后顿时一愣 冷声回怼 想让我替你背飞锅 不可能 小夕躲在一旁 听得头皮发麻 心想这个立行威 真不是个东西 居然让媳妇顶这么大坑 这时 一个小孩来到池塘边玩耍 他伸手想要摘池中的连滑 下一秒 脚下一滑 直接在浸水中 小心想都没想 直接冲了过去 小朋友别怕 我来救你 说着扑通一声扎进池塘 小孩的呼救 惊动争吵得了 又轻看到儿子落水 焦急万分 想要冲上去救儿子 却被丈夫给拉住 这池塘不浅 但也不深 杨阳烟不死 就算真烟死了 可以再生 右倾听后顿时猛逼 等他反应过来 直接上去干净 立行威你个王八蛋 你说的什么话 你还有人性吗 好了别闹了 总之你记住 杨阳是被那个女人推进去 她明明在救杨阳 为什么要冤枉她 我们的事很可能被她听到 所以必须先诬陷她不是好 这样哪怕她后面狗鸡跳墙 说出我们的事 也不会有人相信 又或者我让她上不了岸 连说的机会都没有 立行威你太可怕了 我要和你离婚 片刻后 小夕将小孩救了上了 一阵心率复苏后 小孩咳出了许多声 小夕见状顿时松了口气 心想还好有惊无喜 右倾看到儿子被就快速冲过来 杨阳你吓死妈妈 如果你出事妈妈可怎么办 谢谢你 要不是你我儿子可能就出事了 小夕摆手回着没事没事 不过你先别抱她 卷缩容易造成肺部积事 甚至休克 让孩子低着头 把气管中的水吐出来 话音刚落 立行威拉过小夕胳膊怒碎 不用你假好心 我儿子就是你推进湖中的 你是谁啊 为什么在录甲 小夕翻身回怼你诬陷人 心想她一定怀疑我听到什么 想要恶人先盗状 我必须得自证清白 还闲逛听到今天匿名 被发现后差点被灭口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是我把孩子推下去的 这附近除了我们一家三头 就只有你一个外人 不是你还能是谁 你说的这些不过是一面之词 不算证据 也有可能是你没看好孩子 导致孩子落水 不然的话 你敢到监控吗 立行威听后一阵心虚 快速上前掐住小夕脖子目 你什么当次尽敢威胁我 右倾看到丈夫行凶 赶紧上去制止 小夕被掐得有些喘不过气 只好做出正当防卫 立行威被踢口土酸水 躺在地上怒斥臭丫头 你找死 赶紧跪下给我道歉 否则我告你故意伤害 行了报警吧 我严谨西不惹事也不怕事 夫妻俩听到这个名字顿时一愣 右倾疑惑询问你是诱染的未婚妻 小夕听后一脸无奈 因为她真的不喜欢被这样定义 这时 陆木琴从远处走过来 严谨西 你怎么浑身都湿透了 立行威听后恶人先告状 小叔 快报警抓她 这女孩故意推杨杨落水 小夕回怼我刚刚要是再晚一点就杨杨 她就溢水身亡了 不感谢我还污蔑我 你这个爸爸当的真理性 小叔他乱说 明明是他推下去 陆木琴见状顿时生起保护欲 冷声回怼她是老爷子的客人 你太无礼 立行威听后一阵胆寒 陆木琴 我说过我没推小孩 你若不信大可调取坚困 右倾听后惊讶不已 她居然敢直呼小叔大名 还这么凶 我没说不相信你 先去别墅换衣服 小夕见她没给自己站住 心里不断吐槽 在一起待这么久 我什么人凭你还能不知道吗 立行威看她不说话继续嘲讽 小夕听后彻底暴怒 那你报警了 警察来了自有分析 这时 右倾转头看向杨阳 发现她昏迷不醒 身体好冷得赶紧送医院 小夕听后紧张说着 先给她做人工呼吸 不用你猫哭耗子假慈悲 都什么时候了还拦着我 不就是为了几个破钱了 你孩子的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没了孩子 等到你老死时都没人来看 你就守着你那些臭钱进棺材吧 立行威听后顿时爆炸 大声吼着给我闭嘴 眼看巴掌就要打在小夕脸上 陆木琴快速走过来给她制止 陆家老爷子看似老迈不堪 背地里却精灵得很 陆家花园 陆木琴挡开立行威说道 先就洋洋要紧 有什么误会后面再说 右倾还不带着秦威把车开过来 再耽搁杨洋会留下后遗症 右倾听后顿时明白小叔的意思 拉着他的胳膊便向外面走去 立行威一边向外走一边沉思 这该死的陆木琴真是多管闲事 如果被他发现就完蛋了 两人离开后 陆木琴开车拉着小夕前往医院 先把我的衣服穿上什么等了 小夕阴阳怪气回着衣服早干了 你还是给杨阳盖上了 话说 你不是让那夫妻俩去开车吗 怎么又趁着他们离开 带我和杨阳去医院 陆木琴听后轻声回着 如果他爸爸跟着一起去 你觉得还会从杨阳口中得到真实信心 小夕听后表示赞同 心想立行威来的话 肯定叫唆杨阳歪曲事实 所以 你是相信我吗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有救人的雄心壮志 但没有推人下水的理由 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不帮我澄清一下 我已经帮你澄清了 你的小脑瓜理解不了又能怪谁 怪你怪你 说话不说清楚 白白浪罪我好多脑细胞 陆木琴听后调侃 原来你这么在意我的评价 小夕打开他伸过来的手 回着才没 心想虽然今天陆老爷子给了免死金牌 但也变相证明陆木琴可以公平竞争 看来以后免不了被他骚扰 不承认也没关系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装扑 不过一会面对警察 你可不要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这样会引起他们回 医院会议室 小夕被叫过来做笔录 大致情况我们已经了解 后续有什么问题会联系你 小夕礼貌回着谢谢警察叔叔 我俩商量后 想要用这些钱推动杨阳上位 你们祖孙俩醉翁之意不在酒 丽家已经没落 就算杨阳上位也捞不到 所以你们是盯上丽家海外政界的人脉 陆家想要开拓海外市场 打通人脉很重要 杨阳如果成为丽家继承人 那后面的事情就会顺路 女孩为了摆脱大总追求 居然去夜店当服务员恶心她 医院休息室 陆家老爷子跟陆木琴闲聊着 你小子真无趣 既然什么都知道了 那就好好配合佑琴 我会的 正好陆氏接下来要投几个海外项目 可以给丽情威一个不重要的 借机把她驱逐到国外 小夕听后顿时一惊 心想又轻看着呆萌懦弱 原来是个狠角色的 沉思时 陆木琴从里面走出来 小夕紧张说着我什么都没听见 陆木琴轻声询问做完笔录了吗 过来是想跟我道歉还是道谢 小夕回着大恩不言谢 过几天我请你吃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 以后少惹我生气比什么都强 说完不断靠近想要嘴 小夕神经一抽抬头便撞了过去 大声吼着我哪惹你生气了 明明是你惹我 你这个女人真是的 干嘛用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数 我还有事先出去一下 你帮我给羊羊买份儿同餐 等我回来给你报销 小夕听后回着好 陆总 诱染少爷订了最快前往法兰西的机票 现已赶往机场 怕是知道了梁小姐的消息 陆木琴听后回着没事 她这次见不到 昨晚梁老城已经把女儿转移走 你派人盯着诱染 脸的她扑空后又发疯 挂断电话陆木琴陷入沉思 我得趁着她离开这段时间 尽快和锦西确定关系 以防便室 第二天 小夕来奶茶店监制 由于客人点得比较多 小夕在后面疯狂制作 导致她脸颊晃晃冒汗 她之所以这么努力 则是想早点摆脱陆木琴这个坏人 她怕自己挺不住诱惑轮行 专心做奶茶时周嘉明跑过来 锦西 校内设计大赛结果出来 你拿了第二名 第一名是封锦园林的博士导师 小夕听后不敢置信 激动询问奖金啊 我的百万奖金去哪里 抱歉了锦西 其实一百万奖金是我瞎编的 奖金只有三万 我当时就跟你开个玩笑 没想到你当真了 小夕听后顿时晴天霹雳 一百万变成三万 这落差感让她无法接受 周嘉明你真该死啊 你这笔杀了我都难受 锦西你别激动 虽然没有一百万 但你可以进陆氏工作 陆氏薪资待遇超级好 干几年应该也有一百万 苍天了大地啊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锦西你别生气 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了 小夕回着改天吧 我今晚要帮别人替班 傍晚香江公馆 有头有脸的富豪们齐聚一趟 小夕穿着女服装羞耻感满满 心想这家会所虽然待遇不错 但这员工服可真下 一个高级会所明面上做正经生意 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购物 小夕第一天替班有些紧张 轻轻敲击房门走进去后 里面一群男人同事看了过 光展览见状调侃着 又这不是二嫂 小夕看到陆木琴顿时猛逼 心想玩了玩了 我这衣服怎么见熟人了 陆木琴看出她的窘货 快速起身走过来 看来我陆木琴的外套 注定要披在女身上 说起来 是我这个做弟弟的不周到 竟然不知道二嫂在这打风 今晚可得多多捧场开几瓶好酒 小夕听后想要解释 却被陆木琴给制止 今晚假装我的女朋友吧 求你了 就当还我帮你叫警察的人请 小夕被她道德绑架 很是无奈 小声回着最后一次 帮完你我们就平了 一旁的秦峰疑惑询问 二哥他真是你女朋友吗 很少看你跟女朋友同话 不介绍一下吗 陆木琴听后抬手介绍 这位是老五秦峰 他哥是秦义伍 也是我们的老大哥 目前在博外回过来 以后会介绍给你认识 小夕听后微笑打招呼 心想这人的气质 怎么跟陆又人一样 应该也是个傲慢的分批 陆木琴转头继续介绍 这个一本正经的是老三 正介新秀楚云天 人比较无聊 那个不正经的是老四汪展 你之前见过 楚云天上下打量陷入沉思 这女孩不是沐晴侄子未分析吗 怎么变成沐晴的女朋友了 不过这事还没传出来 圈子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 看小峰和展览的反应 应该还没听说 二哥 别转移话题啊 你还没说这小美女 是不是你女朋友呢 陆木琴微笑说着告诉他们 小夕收到信号傲娇回着我 小峰 敢叫二嫂小美女 我看你是皮痒 二哥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这样大家一起玩游戏 才能放得开呢 好了好了 都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准备开局了 小夕看着一群恶狼瑟瑟发抖 陆木琴刚刚把门锁了 现在他们又向我走了 这群只对精迷的公子哥 不会要玩那种电台游戏 别怕别怕 只是玩点刺激的游戏而已 小夕被他吓到了 大声说着别过来 陆木琴吐槽你紧张什么 我只是想尝尝你调的鸡尾锦 说完端起酒杯一鱼尽 感情百家调得不错 说起来 你是第一次和三个大男人一起玩游戏对 我会让他们下手轻一点 小夕听后顿时不淡定 邪恶的想法快速占领整个脑瓜 女孩被爸总锁在会所包房 逼迫他玩一些负能量的游戏 别怕我会教你 我经常玩手法很娴熟的 小夕听后害怕极了 心想这群死变态如果乱来 我绝对视死反抗 这时 汪展兰从屏风后面钻了出来 二哥二嫂别再耐袖恩爱了 都等你们呢 小夕听到催促更紧张了 可当他看到里面的场景顿时愣住 心想附加公子果然灰金如土 开几十万的会所就为了打麻将 真的太奢侈了 几人落座开始玩耍 很快陆木琴就不排 二哥 你的排技对我们来说就是碾压 能不能放点水 汪展兰抱怨完排局继续 小风走到小夕身后吐头 二嫂我都转有好几圈 每次都是你的排最差 是不是该加个惩罚提问的环节 小夕无所谓回着行啊 既然二嫂都同意 那我想问问你跟二哥最短一次多长时间 不回答或者答错都要罚酒 小夕听到这个问题直冒冷汗 心想我哪知道这个 我们又没同走 陆木琴看出小夕的窘迫 对着小风土袍 你就不怕以后我问你女朋友这样的问题 二哥这么激动 该不会真的很短 陆木琴听后顿时暴怒 拉过他的手说着我最短也要这么久 哈哈哈哈 二哥你真强悍 这么久二嫂能受得了吗 锦西你不用害羞 实话实说就行 小夕听后直冒冷汗 心想他这么多朋友都在 说少会生气的 想到这小夕紧张说着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光展蓝听后开怀大笑 二嫂答错了 喝酒喝酒 小夕一听答错了 脸蛋顿时羞的痛苦 小风在一旁搞事 既然答错了那就继续 二哥最长一次多久 二嫂又能受得了多久 小夕听到这个问题顿时暴怒 冷声回对我不想回答喝酒便是 不过你如此执着这类问题 难道是因为自卑 小风听后目瞪口呆 这句话直插他的小心脏 楚云天看着呲哑咧嘴的小风陷入沉思 言锦西这下闯祸了 小风的性格肯定会私下报仇 这时 陆木琴端起酒杯说着 既然锦西拒绝回答 那这杯酒我替他喝 二哥要喝得喝两杯 二嫂第一个问题也答错了 小夕听后端起酒杯回着 既然这样我俩一人一杯 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陆木琴见状有些心疼 微笑说着接下来的几句认真一点 给这帮臭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否则他们还能问出 共露骨的问题 小夕听后表示赞同 必须得给他们一点教训